美国总统大选落幕 欧巴马顺利连任 带你来看一下现年51岁的美国新任总统欧巴马 1961年8月4号在美国夏威夷的檀香山出生 6岁时欧巴马随母亲和继父前往印尼生活了4年 此后欧巴马回到夏威夷 在完成中学的教育之后 进入了加州西方学院学习 后转入位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 1983年毕业 在1998年欧巴马进入哈佛大学的法学院深造 1991年在获得哈佛大学法学博士的学位之后 返回了芝加哥成为一名律师 并且在芝加哥大学的法学院教授宪法 1992年欧巴马与秘雪儿罗宾森结婚 是育有两个女儿 1996年欧巴马进入政坛 当选伊利诺伊州的参议员 并且他是连续担任了8年 2004年11月当选伊利诺伊州联邦参议员 在2007年2月的时候 欧巴马正式宣布参加2008年的总统选举 在2012年的11月7号 成为继科林顿之后 是第二位在二次大战后连任成功的民主党总统 耶稣全国祝福 三战后连任成功的民主党总统撤